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一個日本的實驗影片 就是做氧氣 講氧氣的智慧跟他的性質 這個實驗裝置 日本做的他們有兩個管 我們只有一個管 我們是直接追移民智管出來 二氧化魔 剛剛是刷氧水 水槽 集氣瓶 集氣瓶的蓋子 瓜勺 現箱 加二氧化魔 把裝置裝好 然後把那個集氣瓶裝水把空氣趕出來 這是實驗裝置 就是剛才講過的那個 鬥斗井要默入水中 盡量接近底部 避免氣體溢出 日本他做的是另外一個管 拉出來是他上面有個管子 所以要把它交給放在上面 我們是直接有個支管出來 所以沒有這根管子 只有開關 打橫的時候就關起來 打直的時候就是通 上面抓蒜洋水 把它變成平行就是打開 然後水就會露出來 蒜洋水就露下來 然後呢 不要讓它全部露光 讓它有阻隔的作用 就告訴你 一開始的時候的氣體是裡面有的空氣 所以我們說不要蒐集 所以我們要你等一會兒以後再把它放進去 就是一開始的氣體不要蒐集的意思 我們交過了 就是排水集氣吧 來蒐集難容於水的氣體 然後呢 收集完之後就把它拿出來 蓋子蓋上 正立擺著 因為氧氣比空氣重 所以是正立放置 觀察 無色無味 沒有顏色透明 聞有沒有味道 聞有沒有味道 它怎麼聞的 我們教過 要用手三聞 無鏽 無色無味無鏽 這要驗證它有自然性 裡面現在連一點水 裡面會太熱怕它裂開 現在放進去 燃燒旺盛 這邊它有自然性 這邊它有自然性 然後呢 然後呢 場管要沒入水中 盡量進去底部 避免氣體溢出 上面放在上面 這個我們沒有 然後呢 上面將刷氧水 碰下面的二氧化猛 產生氧氣 然後一開始的氣體 不要蒐集 因為它是裡面的空氣 要過一回再來蒐集 海水集氣法 用在 南洋飲水的氣體上面 裡面 養性是無色的 也沒有味道 無色無味無鏽 重點 養有助安性 上面呢 寫酸素 因為 日本人的 氧氣的中文叫 漢字叫做酸素 那個是有歷史原因的 以後再說 漢字叫跟你 放一個影片 把我們剛才所教過的 如何製造氧氣 以及一些實驗的注意事項 再重新再跟你說一次 就請你把它記住就對了 OK